受隔離者如果是違反隔離措施 善離隔離處所 處20萬以上100萬元以下的罰款 如果是受檢疫者居家檢疫型的話 提高到10萬以上100萬元以下的罰款 針對受隔離者或受檢疫者 違反隔離措施善離隔離處所或檢疫處所 本來現在的處罰居家檢疫型的話 善離的話趴趴走 那他的處罰的罰額是1萬以上15萬元以下 居家隔離型的話是6萬以上30萬以下 那這個罰額可能是不夠的 因為現在趴趴走或是善離處所的很多 那政府在居家隔離或居家檢疫上投入的成本非常大 那現在的人數也一直在量增 在居家隔離居家檢疫這種隔離措施的有效 實施的情形的考量下 有必要採取 寬言並計的 立法策略 剛剛有說明你遵守相關的 命令措施 有服從這個命令措施在居家隔離跟居家檢疫給價 補償 如果是不遵守這個病令造成社會感染風險提高 甚至影響到他人的生活等等 要提高罰額 受隔離者如果是違反隔離措施 善離隔離處所 處20萬以上100萬元以下的罰款 如果是受檢疫者 居家檢疫型的話 提高到10萬以上100萬元以下的罰款 謝謝栗贅